大家好 我是赵璐 欢迎收看本时段新闻快讯 阿富汗遭遇灾难性的6.1级浅层地震 当地官员说地震已造成1000人死亡 而随着搜救工作的继续 死亡人数可能会继续上升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 正在就这场灾难进行充分动员 这起强震发生于巴基斯坦边界附近 镇央在距离阿富汗东南部城市科斯特约44公里处 这场地震在崎岖不平的阿富汗东部地区 造成最为严重的打击 灾情严重的巴克迪卡省资讯和文化部门负责人胡扎法表示 民众正一个接一个地挖着坟墓 他还说光是巴克迪卡省就有至少1000人丧命 当地还在下雨 所有房屋都震毁了 民众仍然被困在瓦力堆之下 阿富汗最高领袖埃昆萨达已经警告说 强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可能会进一步攀升 塔利班政府发言人卡里米在推特上呼吁国际社会提供帮助 当局担心受害者的人数会进一步上升 国际红十字会推文说 正在向受灾地区的三所医院运送额外的医疗物资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 同情已经饱受多年冲突 经济困难和饥饿影响的阿富汗人民 他向受害者的家属表示深切的慰问 并祝愿伤者早日康复 他表示 联合国系统在阿富汗已经全面动员起来 不同的团队已经在实地评估需求并提供初步支持 卫生团队 医疗团队 粮食以及紧急庇护设施 均已经在送往地震及受影响地区的路上 世界粮食计划署表示 他们正在收集有关伤亡方面的数据 随时准备向地震灾区提供紧急支援 欧盟领导人会议今天向乌克兰授予欧盟候选国的身份 虽然进入候选名单只是开启长达数年进程的开端 但此举仍标志着巨大的地缘政治的转变 经过几天的内部讨论 27个成员国对乌克兰入选 欧盟候选国的地位没有出现任何反对意见 除了乌克兰之外 摩尔多瓦也几乎肯定会获得候选国的地位 而格鲁吉亚在获得候选国资格之前 还需要打破该国的政治僵局 在欧盟领导人会议接受乌克兰加入欧盟的申请之际 俄乌两军在乌东的战斗正达到高潮 截至24日 俄罗斯对乌特别军事行动已持续了4个月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 敦促其盟友加快对乌克兰重型武器的运输 泽连斯基表示 他于22日与11位欧盟领导人 就乌克兰的欧盟成员国候选资格进行了交流 并将在23日进行更多的电话会议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指出 历史正在前进 他所指的不仅是正在进行的俄乌冲突 指的是再次吹过欧洲大陆的变革之风 与此同时 继麦当劳退出俄罗斯谷歌俄罗斯子公司申请破产之后 美国运动品牌耐克也将全面退出俄罗斯市场 今天运动品牌耐克在一份电子邮件中表示 在暂停俄罗斯业务约三个月之后 该公司将全面退出俄罗斯 根据国会山报22日的报道 白宫近期一项调查显示 全美曾感染过新冠病毒的成年人当中 近五分之一的人仍然在遭受新冠长期症状的折磨 并且对少数族裔的影响更为明显 人口普查局和美国国家卫生统计中心 于6月初开启一项关于新冠长期症状的调查 在接受调查的超过6.2万名成年人中 40%的受调查者表示 他们之前曾感染过新冠病毒 在这些感染过病毒的受调查者中 19%的人称 他们目前在遭受新冠长期症状的折磨 整体来看 每13名成年人中就有一人在初次感染新冠之后 出现持续三个月或者更长时间的长期症状 此外 调查数据显示 女性出现新冠长期症状的概率要高于男性 9.4%的女性受调查者报告出现长期症状 而男性只有5.5% 此外 肯塔基州 阿拉巴马州和田纳西州的居民 出现新冠长期症状的概率较高 夏威夷 马里兰州和弗吉尼亚州则较低 新冠长期后遗症在少数族疫中更加明显 调查显示 82%的白人拥有初级保健医生 而只有74%的非裔 69%的拉丁裔和72%的原住民有机会定期看医生 在获得医保方面 拉丁裔族群的医保覆盖率最低 随着喉斗病例在全球蔓延 世卫组织今天召开紧急会议 考虑是否需要宣布喉斗疫情进入全球紧急状态 喉斗源自非洲 此番喉斗爆发是由欧洲国家开始 随后传播至美洲 近期亚洲多个国家也出现了喉斗的病例 新加坡卫生部周二晚上证实 发现一宗境外输入喉斗病例 是这种病毒性疾病 今年在各地爆发以来 东南亚首度通报病例 此外 南韩昨天也通报了首宗 境外输入喉斗病例 周二从德国入境返国的30多岁南韩人 证实确诊喉斗 上周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形容 最近在40多个国家 主要是在欧洲 发现的喉斗疫情不寻常且令人担忧 在非洲中部和西部 喉斗已经传播了数十年 其中一种版本的病毒株致死率高达10% 在非洲以外的疫情中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死亡报告 宣布喉斗为全球紧急事件 意味着联合国卫生机构 认为这次爆发是非同寻常的事件 这种疾病有向更多国家传播的风险 它还将使喉斗与新冠大流行的 脊髓灰质炎一样被区别对待 获得更多的应对资源 2020年1月 世卫组织宣布新冠为全球卫生紧急状况 但是直到今年3月才宣布其为全球大流行 当时新冠病毒已经在全世界蔓延开来 世卫组织后来因为在整个大流行期间 多次失误而受到抨击 一切专家表示 这可能会促使对喉斗进行更迅速的反应 感谢收看本时段新闻快讯 更多的新闻资讯 请继续关注华语电视 新闻最后再来关注股市和天气方面的消息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